凌晨一名男子搭计乘车返家喝得烂醉 下车提着手提袋走路摇摇晃晃 路边看到一台机车经过竟然强行拦车 骑士下车后两人爆发争执 没想到罪汉竟然抢走骑士的安全帽一阵狂殴 骑士吓到丢下机车逃跑求救 罪汉还不死心拎着安全帽大摇大摆追上去 可能因为喝太醉根本追不到 于是又回去偷走机车追人 骑士吓到打电话报警 警方在小巷弄发现机车 巡线找到住附近的罪汉 罪汉态度嚣张对警察呛吓 自己不是现行犯 说警察不可以动他 但一到警局开始装傻说 自己喝醉无法作笔录 科兴嫌疑人在路边的时候 将他拦下并且向他声称说 他有撞到他的情形 罪汉变称因为被机车撞到才会拦车理论 但骑士说根本没碰到 初步调查罪汉有多项窃盗前科 喝得烂醉竟然骚扰路过民众 资讯后就把他依照强制汉毁损罪 喊送法办 记者王家庆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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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逢阅 转ист Uhm 感谢观看